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上顿时一片欢乐的气氛 然后是我们的女神大S 凭借包下论强势登顶热搜 惊呆一众直男 原来女人还可以这么宠 汪小飞无意成为女性朋友们 眼中的新时代男友魔法 紧接着是新进小夫妻影儿和傅欣博 在幕当综艺节目中 傅欣博想给影儿惊喜 便穿着玩偶装假装发传单 苦于寻找老公的影儿费了好大力气 才找到淘气的傅欣博 找到新上人的第一反应 肯定是要来个甜蜜的神报 然而报完了呢 这两货的行为这人哭笑不得 傲娇的傅欣博指责影儿太傻 不知道看海报上的提示 洋装走开 可爱的影儿也是小步奔跑 紧紧对随傲娇的老公 傲娇还不到一分钟 两人又开始打闹起来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股恋爱的酸 臭味 真的是好香 生活中 既然我们不能决定一些事情的发生 那何不顺其自然 看自己想看的 凭比那些对自己有负面影响的 活得开心一些 岂不美哉